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从今天开始 我想再给大家开一套新的课程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Firebase 对 今天开始 我就要给您讲解一下 谷歌公司非常著名的产品 Firebase 为什么要讲Firebase 是这样 我上一个项目 专门用到这个技术 我也做了一定的学习研究 我感觉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云计算服务 我应该做一套课程 给您讲解一下 是这样 首先说 它是干什么的 它是谷歌公司推出的 面向移动端开发的云计算平台 或说叫云计算产品 都是没有问题的 它帮咱们解决了什么问题呢 咱们想一下 如果咱们开发一款手机应用 外面用程序也是一样 没有问题 咱们开发一款手机应用 那么咱们要解决什么问题 第一 数据库的问题 咱们怎么搭建数据库 怎么选型 对吧 第二 API服务器的问题 咱们怎么搭建一个中间件的API服务器 还有就是咱们客户端的问题 我是开发安卓 还是开发iOS 对吧 OK 那么Firebase帮咱们解决了什么问题 它帮咱们解决了数据库端和API中间件的问题 让咱们集中精力开发客户端的应用 比如说咱们要开发 什么都自己做的话 咱们得搭建一个服务器 对吧 咱们得装个Linux 得装一个Postgre 是吧 装个MySQL 然后中间件 咱们可能得装一个这个 Java 装个TOMCAT 搭一个这个Python的运营环境 或者搭一个购源运营环境 维护成本非常高 对吧 那么Firebase呢 帮咱们解决掉的数据库和中间件API的问题 让咱们集中精力开发客户端应用 对于小型初创公司来说真的是非常好的一款服务 它呢在创业初期它可以节省大量的成本 而且Firebase提供的服务前期使用完全都是免费非常的好啊 所以我觉得这套云产品我真的应该给您隆重的介绍一下 当然前提是我并没有收股公司什么费用啊 我只不过是觉得这是一套非常好的云计算的产品 那咱们就马上学习一下 不过在开始课程之前呢 首先我还是先感谢一下 能够开通过YouTube频道会员的朋友们 您的支持呢 是小马一直做下去的动力哦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好 那咱们马上看一下Firebase的官网吧 马上给您访问一下哦 好 大家请看 我现在就在它的官网 这个是它官网 而且呢有中文的支持 完全的没有问题哦 我看啊 它有英文中文日文 这都没有问题 OK 葡萄牙语巴西都能支持啊 这是它一个官网 它呢给咱们提供了非常详细的中文的文档 它给咱们提供了很多的服务 哪个服务都有中文的描述 但是太新的服务可能还是这个英文描述 一般来说 它都有中文文档描述非常的好啊 但是有个问题就是说 因为Firebase是谷歌公司的产品 恐怕中国大陆地区不能够访问 可能稍微有一点遗憾哦 OK 这个是遗憾的地方 不过咱们没关系 咱们再访问一下这个Github 这个是不遗憾的地方 为什么 因为Firebase给咱们的产品都是开源的 而且给咱们提供了非常好的样力 比如说 您想通过手机访问到这个Firebase的后台的服务 那怎么办 大家请看 它给咱们提供了安卓的非常详细的一个官方的样力代码 包括iOS的 包括GS的 包括这个Unity 对吧 您开发一个这个游戏 对吧 您集中在这个Unity C Sharp开发 那么后台东西您不用管 它给咱们提供了非常完善的SDK的Sample 您只要读一下它这个Sample文件的话 就能够马上上手去访问到它后台的数据库 完全的没有问题 非常的好 它给咱们提供了很多的样力 让咱们能够快速上手这款产品 所以说这个网站您如果想使用Firebase的话 一定要记住 里面有好多值得咱们参照的代码 好 那咱们再回到我的课件内容 首先说 Firebase给咱们提供了哪些个服务 如果 因为它内部是框架在谷歌的GCP的云平台 对吧 如果您打开GCP的平台 您会发现提供了多如牛毛的服务 您就像您打开这个Amazon的AWS的平台 您看一下 主页 提供了多如牛毛的服务 这些服务 当然咱们可以使用它的服务来开发咱们手机应用 但是80% 90%都是咱们用不到的服务 对不对 那么对咱们比如说咱们是个小公司 咱们是个初创公司 咱们就想集中咱们自己的业务开发 那些服务都是没用的 我不想要服务 对 这个就是Firebase的值得我给您推荐的地方 它给咱们提供的 都是咱们开发一款应用 一个网站所必要的服务 如果说这些服务不必要 它根本都不往里面加 对吧 都是咱们必须要使用的 那么咱们就看看这些服务 是不是咱们必须要使用的 好不好 咱们一个个看一下 首先 它给咱们提供了一个用户认证的服务 叫做Authertication 是吧 比如说咱们开发一个APP 对吧 咱们一般来说 只要您是公司来说 都需要有一个用户登录 用户认证的过程 对吧 那么用户登录呢 又希望用户 比如说选择这个手机登录 邮件认证 对吧 甚至说可能需要用到 Facebook账号的代理登录 需要用到这个推特公司的账号 代理登录 对吧 单点登录 咱们如果都自己开发的话 记住调查 对吧 API学习 要花很多的时间 OK Firebase呢 给咱们提供一套认证服务 认证服务包的SDK 咱们只要使用它的SDK的话 咱们就可以一下子 把这些个平台都统一起来 真的做着单点登录 单点管理 没有问题 用户认证 用户管理 用户头像设置等等 都是完全没有问题 一套完整的方案 对吧 咱们用它 就能够把多平台 单点登录的功能 都集中到咱们自己的平台上来 好不好 非常的实用 OK 接下来 数据库服务 大家请看 它给咱们提供的最新的数据库服务是 Cloud Firestore 这个是一个NoSQL的服务 一般咱们可能 如果是 这个您是学生朋友的话 您学的最多数据库开发 我认为还是关系型数据库 对吧 MSQL Postgre Oracle 对吧 包括这个SQL Server 其实在咱们移动开发 包括今后咱们大数据开发的话 更多的用的是NoSQL的服务 那么Firebase就给咱们提供的是NoSQL的服务 它呢 叫做Firestore 它内部 我认为 它内部可能和框架在这个Mongodb技术上 那这个内部咱也不知道 对吧 但是呢 它是一个NoSQL的服务 它能够满足咱们日常几乎所有的应用 好不好 咱们通过我的这套课程 你也可以去了解一下 NoSQL的简单的使用方法 其实我有一套Mongodb的课程 就专门给你讲解 NoSQL数据库的使用方法 OK 接下来 接下来是个老板数据库 叫做RealTime 这个呢 如果您的是 以前一直在用它的这个用户 可能您还要基于这个RealTime database 但是如果您是新建一个项目的话 首推您使用Firestore 这个NoSQL的数据库 好不好 OK 接下来咱们想想 咱们开发一款手机 用户认证有了 对吧 数据库有了 那么咱们还需要什么功能呢 对吧 文件存储嘛 对吧 比如说您开发是一款 类似于微信的用程序 或者类似于抖音的用程序 您需要让用户上传图片 上传视频 对吧 那么咱们云平台呢 把这些内容要保存在什么地方呢 就需要有一个存储服务 文件存储服务 对吧 Firebase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叫做 Storage 这么一个服务 让咱们存储图片 存储视频 都是没有问题 它类似于Amazon AWS里面的S3的服务 好不好 OK 这个 咱们想 用户认证有了 对吧 稍等 用户认证有了 数据库咱们也有了 然后 然后呢 咱们存储文件的方式也有了 接下来 咱们是不是还要搭一个自己的网站啊 比如说您开发一款APP 抖音也好 微信也好 是吧 您都需要有个网站 介绍一下这个 这个APP的功能 对吧 怎么使用 如何售后服务 然后呢 如何和厂家联系 对吧 这么一个静态网站 哎 它提供一个叫做 hosting的服务 咱们有了这个hosting服务呢 咱们就可以上传一些网页 编写一个landing page 都是完全的没有问题 但是这个hosting服务 仅仅是静态的 也就是说 仅仅有HTML图片的功能 对吧 它不能够和用户交互 比如说 我的这个网站 需要收集用户的这个 enket enket怎么叫 用户调查 对吧 需要让用户填个表单 然后进行提交 那么需要有服务器端的 运算的时候 该怎么办 往下看啊 它呢 开给咱们提供一叫做 functions 云函数的服务 这个相当于 这个Amazon AWS里面的lambda 这么云函数 换句话说 咱们在后端 编写一定的代码 然后呢 接受用户的请求处理 然后呢 更新数据库 fire stall 对吧 完全的没有问题 OK 那咱们想想啊 咱们开发一款手机 咱们服务器端的内容 是不是已经都有了 用户认证 数据库 对吧 存储文件 搭建一个静态网站 同时呢 响应用户的输入 你想 咱们是不是这些服务就够了 咱们作为一个初创公司来说 这些服务就可以满足咱们日常开发了 对吧 完全需要都满足了 没有问题吧 OK 同时 它给咱们提供一个机器学习的服务 比如说咱们可能用到一些语音的识别 一些图片的识别 一些个翻译的识别 都可以使用 不过 目前来说 Firebase给咱们提供了一个机器学习产品 还处于beta版的阶段 因为它是内部 其实用的也是谷歌公司的产品 对吧 应该说相对比较成熟 咱们可以拿来就用 好不好 OK 说了这么多 那么在哪里可以买得到 卖多少钱 对吧 这也是大家关心的问题 咱们赶紧访问一下 是这样 如果您是前期使用的话 是零元 不要钱 大家请看 它给咱们提供了两个解决方案 一个是Spark方案 一个是Blaze方案 大家请看 默认的话是免费的方案 咱们我认为 免费的方案 开发以及最基本的应用足够了 如果你要想 使用它更多的内容的话 可能要收费 但是没有关系 咱们 我校课程 完全具免费方案给咱讲 咱们日常的开发 完全的足够 好 咱们看一下 免费方案跟收费方案 都有什么区别 AB测试 这都免费 然后系统分析 这都免费 用分发 都免费 然后它有身份认证 这个一个月 大家请看 一个月一万次 也是免费的 如果超过一万次的话 走收费Plant的话 那依次验证 大概交0.01美元 然后咱们再看 咱们用的最多的是 Firesaw数据库 大家请看 1G免费 然后流量 一个月10G免费 一天的文档读写次数 是这样 它所谓的文档 因为是在 关系型数据库里面 一条记录 它叫一个记录 对吧 一条数据叫一个记录 在咱们 NoSQL里面 这一条记录 叫一个文档 那么一天 可以写进 两万个文档进去 也就是说 一天免费Plant 可以增加两万条数据 没有问题 然后读取 一天 我的数据 可以读取5万次 没有问题 然后删除 一天可以删除2万条数记录 也没有问题 对吧 对于咱们开发来说 足够了 或者对于咱们公司运营 前期来说 足够了 对不对 如果你要觉得不够的话 大家请看 收费普朗 其实也很便宜 每10万次写入 0.18美元 很便宜吧 每10万次读取 0.06美元 这真的就 对咱们小公司 前期来说 这不叫钱 是吧 OK 再往下看 云函数 云函数就是说 收集用数据 然后进行处理响应 然后更新数据库 对吧 云函数服务 每个月 12万.5次访问 12万.5千次访问 没有问题吧 然后一个月 有这个流量 有这个4兆 这都是完全的没有问题 这不是4兆 这是4万 4万是吧 这都是完全的足够用 如果说你要想 这个走这个收费服务的话 其实每个月大家请看 走 我呢 其实开了一个 这个Fairstore的收费 那么因为我呢 那个项目用到云函数 那么大家请看 我每个月 如果你开收费的话 每个月有 200万次的调用 是免费的 你超过200万次之后 他才会去收费 这不就跟白用一样吗 对不对 大家想想看 是不是这个道理 对不对 我如果不开收费 我一个月呢 使用12万 12万.5次 对吧 如果我开收费的话呢 每个月有200万次的免费 这就跟 这是换句话 您开他的收费不浪 其实前期 您也是不花钱的 可以就像是这样 他有一个免费的配额 您开了收费之后 免费的配额 他不花钱 超过配额之后 才花钱 所以我呢 上面那个项目 是开了收费的 但是没花钱 一点钱都没花 我可以再看 主机托管 托管10个G 是不要钱的 然后流量 一天360兆不要钱的 如果您要是开收费的话 有相应的收费标准 也不是很贵 一个G才0.026 很便宜 对不对 OK 这是机器学习包 机器学习包 免费一点支持 但是这个大家看看 这个视觉API 如果您是免费 它是不支持的 如果您要是收费 它是支持的 1400次调用的 大概是1.5美元 OK 性能 这都是不花钱 实时数据库 这个不推荐您使用 远程配置免费 存储 存储一些数据 对吧 5个G免费 没有问题吧 OK 也就是说 咱们开发一款 简单的手机应用 或说搭建一个网站的话 前期几乎是零费用 如果比如说 我上次项目 遇到最大的评定 是这个地方 是这个文档读取 每天5万次读取 对我来说是不够的 那么我就开收费了 开收费之后 大家请看 每10万次读取 才收0.06美金 就跟前期不花钱 是完全一样的道理 对不对 所以说 看它的价格如此的便宜 也是我推荐您使用的 提案之一 好不好 您一定要知道 它的订阅 目前最多用的 还是Spot方案 免费 对吧 就算是收费的话 它也有一定的配额基础上 它才收费 所以说 价格合理 而且公道 OK 好 那咱们再看看 它客户端的支持 是这样 如果您要想使用 Firebase云服务的话 都哪些客户端 我能够使用 其实几乎市面上 所有的客户端 都可以使用 比如说 苹果 安卓 YBPP React Vue Angular 都能够使用 然后Node.js Node.js 应该算服务器端了 对吧 Node.js Python Go C++ Unity 完全都能够用 没有问题 好不好 也就是说 您不用担心 我这个新技术 不能够访问到 它这Firebase云服务 不用 完全可以访问到 敬请放心 好不好 OK 说完这个 接下来呢 可能是 这课时间有点长 接下来呢 我再给您讲解一下 这个Firebase的命令行工具 是这样 为什么要在本地 装一个命令行的工具 您想想看 您是没有服务器的 对吧 服务器完全脱广给Firebase 那么如果咱们想部署一个网站 部署一个函数 对吧 咱们该怎么办 对 咱们就需要在本地运行一个部署命令 对吧 那这个部署命令是什么呢 Firebase给他们提供了 叫做Firebase2 这么一个工具 那么咱们想使用Firebase服务的话 咱们需要在本地装一个管理工具 这样的话呢 咱们以后新建一个工程 新建一个项目 然后呢 上传咱们最新的代码都完全通过 它就能够执行 那咱们就安装实验一下吧 好 大家请看 我是在我的控制台 其实我已经安装过了 但是为了给您演示 我就再给您安装一下 好不好 Go 这个是往全局安装 所以说需要一个管理员的权限 是这样 这个工具 如果您要想使用的话 提前在您的本机需要装一个Node.js 以及NPM 然后它现在装可能有点慢 咱们再回来说 大家看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叫做这个Function服务 对不对 那么也就是说 Function服务可以响应用户输入后的内容 对吧 收集用户信息 然后更新数据库 这个按理说呀 是所有的语言都支持 但是目前Firebase给咱们提供的版本呢 仅仅支持Node.js 它号称还要支持Python和购源 但是呢 那个版本的云函数是GCP的功能 GCP就所有语言都支持 对吧 咱们Firebase的话 还集中重点在Node.js上 所以说您今后 如果想使用这个Function服务的话 您最好要学习一下Node.js 别担心 Node.js小码是有课程的 您可以看一下我的课程 好 那咱们看装完没装完 装完之后 OK 装完之后怎么办 大家请看 按照我的命令 试试啊 确认一下咱们当前安装的版本号 我清下评啊 版本号应该是9点几 9.1.2 这个是当前最新的版本 然后是这样啊 咱们大家想想 我本地装了一个 这个Firebase管理工具 对吧 那么 我要想往Firebase上面更新代码的话 该怎么办 我得需要登录一下Firebase的服务才行 对吧 我登录它的服务之后 我才能够使用服务的内容 对不对 那么怎么登录 大家请看 使用这个功能 叫做Firebase login 这样的话 大家请看 我清完之后一回车 会怎样 会打开浏览器 打开浏览器之后 您需要用您的谷歌账号 进行一个登录 登录完之后 您本地环境 就是登录后的内容了 那样的话 您就可以使用Firebase各种各样的服务 那么咱们用这个命令 进行登录 Go 这个是问是不是提交一些错误信息 直接回车就完了 大家请看 现在打开了浏览器 我选择我的一个账号 进行登录 没有问题吧 这样的话 大家请看 这边就写着Firebase 命令行工具登录成功 对吧 OK 那么咱们再回到 咱们库上来 大家请看 这个地方已经是写上 登录成功 完全都没有问题吧 那么 也就是说 我现在的这个状态 就是可以使用 Firebase各种各样的功能 在本地上传 下载 更新数据库 更新我自己的网站 都是没有问题了 那么咱们干什么呢 咱们最简单的 先列出一下 当前工程的列表 好不好 因为是这样 咱们建很多的工程 咱们在工程下 再去做咱们每一个具体的APP的开发 以及部署 那么去列下工程 因为我现在是一个新项目 所以说 大家请看 还没有工程 那么工程是干什么的 该怎么用 今后我会一点一点的给大家讲解 今天是第一期 时间已经有点超了 就给您分享到这里吧 今后我所有的课件的代码 都会更新到GitHub上去 有兴趣的朋友 您就访问一下吧 好 那第一期的视频 就给您分享到这里吧 Firebase是一个绝对值得您学习的 云夫的产品 咱们就一起学习吧 好 那这个视频就这样 咱们在今后的视频再见咯 拜拜